请不吝点赞 轴肌 是不是在轴关节向前的地方 我们摸到哪个地方 是我们扎曲齿穴的地方 其实我们扎的是什么 轴肌 我们先观看具体定位 是不是先看一下轴肌 轴肌向前有个肌肉 在哪个位置 是不是稍微向上一些 像内可一些叫脑側身肠 脑側外肠身肌 有什么叫脑側身外肠的肌 脑側外肠身肌 脑側外肠身肌 肌肉 是哪一块肌肉 那么看出来 这边 对 轴肌 我们看出来 然后是持特瓦曲肌 对我们用处持特身外肌 直身肌 看一看 能不能找到 直身肌 是往下 基本上在读手摊里 手摊里能找到吧 手摊里在外肌肉 就是直身肌 你伸一下手指 你看动一下中指 动一下中指 中指动一下 好 有些时候 中方側身肌 动不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这个 拨一下直身肌 对吧 还有什么方法 提外 压中指 天下中指 然后再压 拇指 食指 无名指 小指 治疗中方側身肌 然后还有一个 母短身肌 我们先不管它 好 一块块记住看 先看一下拱挠肌 副卓宇 如果说你想做好 网球卓 是不是要熟悉 副卓宇 轴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 对吧 先看一下拱挠肌 它起点是在拱骨外伤科上访 拱骨外伤科都能找到吧 去轴 一轴关节 用手术摸到的这个骨头 就是拱骨外伤科 对吧 好 拱骨外伤科 然后它指点在哪个地方 脑骨净兔 脑骨净兔 脑骨净兔在哪地方 能找到吗 这儿 脑骨净兔 它是不是靠着裂缺血筋 对吧 这个地方有个病是吧 脑骨净兔 挟斋性 剑销兔兔 这些脑骨净兔 这些脑骨净兔 这个咋吃啊 就从这个里面做的 哪儿 剑销兔兔 剑销兔兔是吧 不 因为反而是血治疗 对 假如说这个地方有的话 从这个地方治疗 假如说这个地方没有的话 从后面找 选后击骨净兔 好 这件事脑骨净兔 然后它智慧神经 发自极神经 避从的老神经 好 假如既然它说发自 这个地方的神经 是我们就说 要做颈椎的 对吧 颈椎哪个地方 颈五六是吧 因为它发的神经 是哪个神经 是颈六七的神经 我们说颈部的神经 是不是有八的神经 对吧 发个神经 它是不是应该 你再确定基督的时候 是不是要减去一个 所以说它说发育颈六七的时候 是我们就要做颈五六对吧 在颈五六旁边找 公众我们不关下来 还有个脑车区外 这边不关下来 看一下也行 因为有个叫 这个叫瓦丘主 这个叫高尔夫丘主 是吧 它在哪个地方 红古内向科 以及前立的筋谋 红古内向科 在这个地方 红古内向科 我们说高尔夫丘主的人 是不是内特通 我们是用董事学 什么学位之谅 新门学 建策新门学 加上换他欠语 在哪个学位 后期对 发指定在第二章五级 第二章五级 大学有什么 优优 呢 大学有什么 教育 做法 教育 做法 大学倒 这些和 大学有什么 和 佛奇摩 这些和 这些和 这些基础和我们的关系大,先看一下直升机,它起点在哪个地方? 我们说在拱古外上科里面,就是网球轴里面,我们说在它分类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治疗方法?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问题,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痛,是不是有些网球轴的病人,我们是不是要根据它的指点,移行止于第二指的二到五指的中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地方,有些病人是不是这个地方痛,我们找到压痛点给按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会缓解? 还有一个是我们按照它的指点往上找,在阳池这个地方,然后有时候往上,这些地方是不是都有痛点? 可以扎针也行,有时候揉都行,是不是这个地方会缓解肌肉? 这是不是就是说,肌腱有病,扎,肌腑,或者说指点,对吧? 可以在这些地方,你看,心肌多明显,对吧? 指申机嘛,伸手指的,假如说你这个肌腱,你看,肌腱弹了,这个手指是肯定行不行的 好 还有一个小指申机 这个呢,它不是指于,起于公国外伤科,我就不管了 还有一个叫,吃侧瓦身机 起于公国外伤科,持股并远上班 至于第五章谷底 第五章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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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叫,吃侧瓦身机 他在体表头有在哪个位置? 大约 哪是吃骨,知道吧? 内吃外脑 是否,是否靠近这个地方 靠近这个地方 就这一块肌肉 这一块肌肉 是否,我们有些时候,网销主的病人说,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地方还能找到一些阳性点 是否,这是什么肌肉 这边不是肌肉 嗯 好 还有一个脑 脑侧 脑侧是指于第二章谷底 第二章谷底 第二章谷,是不是 我们说,在第二章谷,也是在阳池穴前下方这个地方 或者说在后膝这个地方 不是在阳膝,向偏外一侧这个地方 暗柔的时候,我们可以找阳性点 把这个地方可以治疗了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脑侧 脑侧板在生机 是在第三章谷底 你看,有第五章谷底 第三章谷底,第二章谷底 还有第一章谷底 第一章谷底没有 好,是不是二三五 第二,第三,第五,一次没有 章谷底在哪个地方 怎么样去找章谷底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我们说 网球主的时候 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它揉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揉一下 是不是可以治疗 这个地方痛痛 你在这个地方揉一下 就可以缓解这个地方痛痛 有些刚得的病人 你在这个地方揉一下 他这个地方就不痛了 在这个地方揉一下 在这个地方揉一下 然后是不是我们可以 顺着肌肉往上找 找阳性点 扎针或者揉 都可以 我们再找一下 看一下和 公国外善科附着有关系的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 玄后肌 这是公国外善科 指于老五 上三分一的前面 玄后肌 在哪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 在胳膊上找出来 把这些肌肉 拳后肌肉 在哪个地方 在胳膊上找出来 拳后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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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肌肉 他肌肉 拳后肌肉 拳后肌肉 在这个 是不是正好相反 和我们的认识 二 我们认识 拳前缘应该在前面 对吧 但是因为他是根据他的功能 他是拳后肌肉 是相互拳的 他是相互拳的 网球指头怎么治疗 是不是我们说 一个是 在这个地方痛痛的时候 说我们要考虑到 附着于这上面的肌肉 然后根据他的 棋质点 基辅 我们在这些地方 给他揉一下 然后再基辅治疗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是不是我们说 从往球指往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关节 你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关节 有关节在这个地方 在他这个地方 肌腱和肌肉之间 是不是有肌肉的节奏 不 这个地方有些病人 他有些病人 这个地方他是不痛的 但是他痛点在哪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痛点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要做到哪个地方 就做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不是找个针 扎一下就行了 突破一下就行了 扎准了 扎一下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们说 有些人呢 他是整个里面痛 就是你从外面 可能找不到 特别明显严重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从 齿泽穴这个地方 或者说从 就是从齿泽穴 或者从屈齿穴进针 要稍微深一些 往里透 透进去 把里面的高压 给他缓解了 还有这样一个点 整个的弥漫性的肿痛 因为你在外面 你找不到氧性点 我们可以通 用一个针子 从这边穿过去 把压力给他缓解了 好 还有一个是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病 叫脑骨小头半头味 小孩特别多 对吧 但成年人也有 成年人也有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些 我们都把氧组织 都处理了之后 是不是要考虑到半头味的问题 腹味会腹是吧 不会吗 这个地方小孩出现什么情况 他为什么会引起 这个地方 那个脑骨 是不是大人里面 小孩握着他的手 小孩一下子 要趴倒的时候 半倒的时候 大人做一个什么动作 往上一提 把他是不是正好半脑骨了 正好半脑骨 小孩